大家好,早春正是处于蝴蝶兰的开花期 这个时候蝴蝶兰不是正在开花 就是处于含苞待放的时候 那么如果这个时期的养护没有做好 就很容易造成蝴蝶兰出现花苞脱落 甚至是无法正常的开花 严重的话叶片这些都会枯萎脱落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养护有哪些关键呢 首先第一个要保证养护环境的温度在15度以上 温度不要过低 蝴蝶兰是特别怕冷的 如果温度一旦低于15度甚至低于10度以下 那么它的花苞就会出现变黄脱落 而且严重的话还会造成落叶的现象 所以这个温度是非常关键的 特别是早春还会出现稻春寒的现象 所以要时刻关注这个温度的变化 把它放在一个适宜它生长的温度环境里面 那么第二点就是在这个期间 其实它的花苞已经准备要开了 或者是已经在开花 那么我们这个手就不要给它施肥了 这个手施肥的话很容易造成它的花期缩短 如果担心胡连兰开花消耗大量的养分 植株后期长势会比较弱 我们可以在它开花期的时候 给它充足的散色光照 然后呢 给它在叶面喷湿一点这个叶米原路 这个叶米原路里面有丰富的光合菌 光合菌的话呢 可以提升植株的一个光合作用 然后让它和积蓄的光合产物更多 积蓄的光合产物更多的话呢 是更利于植株后期的生长的 那么我们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1000的比例兑水稀释 经常给这个胡连兰液面喷湿一下就可以了 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期间呢 大家浇水要注意 水不要过多 因为这个时候的温度还不是特别高 水分蒸发呢 比较慢 如果频繁浇水的话 很容易造成积水烂根 但是它开花和花苞生长都是需要水分的 所以呢 我们的水适量的减少就可以了 平时担心 这个盆土不够水的话呢 我们可以经常给它 盆盆水物来增加湿度也是可以的 当然这种方法的话呢 就是针对一些 使用水苔栽种的花油 因为水苔它保湿性特别好嘛 如果用的是一些蓝科专用的质量的话呢 就是等到质量干了 我们再来浇水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就是早春养护蝴蝶蓝 大家必须要注意的三个关键要点 这对于蝴蝶蓝的全火和开花都是非常关键的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